到那个lookout函数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的资料 假设这个地方应该是分在两个不同工作标 或者是说把它切割开来 这个地方左边是资料来源 右边是要查什么东西 那要查什么东西你可以输入05 它会帮你查到 帮你把其他的资料通通带来 那可能这边横向的 你要把横向的资料 那分别把它带到这边来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最好可以向下填满自动 全部东西带过来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第一个 最好是这边输入编号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下拉清单会更好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有哪些编号 所以如果说你这边要做个下拉清单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资料里面的有个叫做资料验证 那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查005 它的其他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 我这边是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lookup 所以你找那个lookup函数好了 那其实不只是lookup函数 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跟我要一些相关的讯息 我用预设这个 lookup value 特别注意 通常是你要找的资料 那通常我要是找的是编号 第二个的话呢 lookup vector 这个lookup vector这个 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要查询的那个编号 它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编号这个范围 再来的话呢 reout 意思就是说呢 那你的编号相对于这个reout 就是同样的位置对应到的话呢 是在哪一个 那你的范围比如说姓名好了 把姓名这个范围宣起来 因为他查到005在12345第五个 所以他会把这个姓名里面12345第五个 帮你搬到这边的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他帮你查完之后005是留红军 所以他会帮你把留红军的资料给带过来 那依此类推啊 总销量的话 其实公式跟刚刚这个其实几乎一样 差别只是说把那个B改成C 后面是C改成D 依此类推 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复制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贴上 把B改成C 就抓到总销量 再把C改成B改成D名次 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 业务水准 就是伊兰的资料 打勾 好OK 那这样的话呢 005就把它自充好了 刚刚看起来乱乱的 自充 好 005 那你输入001看看 Enter 吴博威 有没有 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希望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也可以做类似像什么 一个下拉清单 当使用者下拉自动带出其他资料过来 当然现在是纵向了 有时候你要横向也可以 横向 比如说下拉自动带出其他 你就不用key了 就是你只要key一个那个编号 让它其他资料就带过来 这样就很方便了 所以 OK 好 那下拉清单 那你可以怎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如果你希望上面那个001 002不要自己key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顺便讲一下有关那个下拉清单 资料资料验证里面 把任意词 特别是要改成清单 来源的话呢 记得选编号就可以了 把编号选过来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下拉清单 就出现了 点一下 他就选某一个008好了 没错 他把资料全部带过来 OK 所以 蛮多同学问到就是说 如果我要把 其他资料自动带出来 带过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lookup可以 Vlookup可以 其实也可以 那做法的话 跟这个也一样 所以你可以切到lookup Vlookup 函数 假如说你要把刚刚的问题 改成用V路函数的话 其实做法差不多 只是说呢 你可能切到V路函数 插入函数 把它简直于参照最下面一个 V路函数按确定 V路函数 V路函数 编号 Table Array 特别注意 Table Array指的就是说你要查询的那个范围 第一栏一定是要对应到的是你的编号 OK 因为我讲过了 只会查第一栏 那我的习惯是不会把那个编号选进去 就是那个栏位名称选进去 因为它不是我们要查的资料 所以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栏位名称以下的所有资料 把它选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COL 就COL的缩写 COL意思就是蓝 Index number 就是应该简单讲就是递起来 那我要查的是姓名 是在对应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 所以输入2 Range Lookout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比对的方式 是要完全一样呢 还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不可以找接近的 那找接近当然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要完全一样 如果他找不到的话 他返还会紧 N斜线A Not Available 找不到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我习惯用0 0的话是要完全一样 完全比对 1的话是找接近的 按确定 好 那什么叫完全比对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008 009会怎么样 Enter 他会跳什么 仅N 意思就是什么 找不到 可是如果你把0改成1的话会怎么样 Enter 他会找到 找谁 对 找008 OK 所以0跟1的差异在这里 那你要知道说 你那个将来如果遇到 到底能不能让他宽松的去找资料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一样的方法 我们做完V路安数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底下的其他蓝位都可以 就是公司刚刚我们是复制贴 复制贴 可不可以用向下填满 自动的 比如说你向下填满 你现在向下填满一定会跑掉 为什么 对 H3要先锁 锁3 然后A3到E10要锁 其实锁列就好了 然后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现在打勾 向下填满 它全部都是什么 玉鲤尾 那主要是这个 你要抓到的第几篮 2 OK 那2的话 向下填满会变3 3变4 4变5 可以吗 1 2 3 对 那其实好 刚刚有讲过 对用弱 所以你现在在第几列 现在在第四列 可是我要得只有2 那你就什么 把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改成肉 把它改个肉 小瓜糊 然后呢 它回来是4 所以你把它减掉2 这样就可以了 肉 减2 打勾 向下填满 自动全部抓到 我要的那些 可以有没有 一样 下拉清单 请各位自己再增加进来 下拉清单 不过 这边特别注意就是 如果你是用0的话 它会 009会变成 NOTAVAILABLE OK 那再来的话 Index Offset Indirect 这三个 这三个可能对大家来说 应该比较含用 不过 其实在资料的查询里面 这三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这三个 很多地方的查询结果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不是只有用VLOOK 没办法 没办法 一个就可以解决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Lookup 跟VLOOKUP 待会再来看 Index In the root Offset 用的也稍微比较少一点点